观众朋友午安 持续锁定一电视超前五报 您好 我是徐耀云 又带您来看到是在今天清晨六点多 桃园巴德介寿路一段发生一起住宅火警 那么根据了解呢 七十多岁的夫妻俩平常他们是独自居住 这回两个儿子特别是提早回来要陪家人一起过母亲节 想不到却发生不幸意外 包括了大儿子和年迈的双亲命丧火窟 现在警销推断了 由于现场堆满了居家杂物 导致火事加速蔓延 也增加了消防员的抢救困难 明载二楼不断窜出烈火 伴随农烟只冲天际 几乎遮蔽整片天空 居民为了保命第一时间往外冲 有人甚至连鞋子都不穿了 怎么发生火灾 我不知道 我在里面睡觉 听到声音蹦蹦的我才出来的 回想事发当下居民还是心有余悸 26号早上六点多 桃圆巴德借寿路一段发生火警意外 消防员货报到场赶紧布水线灌旧 但还是传出不幸消息 二楼的一家三口命散火窟 都没有下来 那个你看伙势一直越来越大 平常就是他们两夫妻住对不对 小孩子偶尔会回来 对 小孩子偶尔会回来 所以刚好小孩子都已经回来 在里面 对 他们有讲说 帮他后来庆祝母亲节 时封母亲节大儿子尽孝提早回来庆祝 但万万没想到这回却遇上火灾 逃过死劫的小儿子哭到不能自己 老婆在旁安抚也无法减缓悲痛情绪 据了解七十多岁的夫妻俩 住在这里三四十年了 妈妈一度想从厨房的铁窗求助脱困 但因为铁窗被封死 加上家里堆满居家杂物 火势蔓延更快速 也增加消防员抢救困难 撑不到消防员进来就不幸倒下 火势经过一个小时扑灭 但一家三口已经被无形大火夺命 详细起火原因都还有在相关单位深入调查 记者西向林郁平杰台湾报导